最近啊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发照片呀 发小视频呀什么的 你们老实说我变美了变美了变美 我现在有一点点像直升二你们知道吗 讲完脱口秀以后被人夸九美一样 渐渐迷失自我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今天的Regina Nose 臭不要脸 给大家分享一期我的幻季变美爱用小物 那这就赶紧开始吧 第一样是这一个 Porn Lux 它是一个 哎 蟹药 不是啦 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防治便秘的神器 便秘的时候我生不如死 现在的我的人生啊 情绪已经很平稳了 一点都不羡慕男生这种生物 甚至多少觉得他们有点问题 唯一羡慕男生那个点 他们真的很能拉屎 什么时候都能拉屎 吃什么都能拉屎 在哪都能拉屎 我呢是那种拉屎困难性人 时差已乱 或者一出加拿大 真的就是一个大便秘 人生便秘的巅峰呢 是前年吧 有一次去LA出差 记忆深刻 在那里总共出差六天 有五天都拉不出来屎 整个肚子鼓得像一个皮球 我仿佛怀孕了六个月 甚至还没有那种 我马上要迎接一个新生儿的欣喜 到最后一天 品牌爸爸跟我说话 我都是 你们只要没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要死人的事 都别理我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人啊 不拉屎就是很丑 不仅是身体 是精神上的也很痛苦 疯了 就要疯了 健康的拉屎循环周期呢 是我的人生 觉得鼎鼎重要的变美大师 发现了这一个东西 Porn Lux 是一粒一粒荣药 同一个品牌呢 它这个也有那种 冲击式 无色无味透明的 用斑杯水就冲下去了 我喷射出去 它上面写的是 一个成年人 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吃一至两粒 六至八个小时的消化 第二天 你就可以正常的上厕所 作为一个 对什么事情 都没有什么提前计划 随着人的射手座 我反正就是比较随意 我都是实在拉不出 实在三天了 我吃一粒 它是那种天然成分的胶囊 它的依赖性 伤害性小 好处呢 就是吃完的话 几个小时当即拉屎 坏处就是它的反应比较大 稍微稍微 稍微有点拉肚子 你得迅速去找厕所 不然你就很痛苦了 但是啊 同志们 我说句大实话 我认为这点痛苦 比起五天拉不出实在 痛苦 真的是不值一提的 只是你试过它出门 的时候得小心点 确保自己停顿的 每个地方方圆百里 真的有一个 你十分钟之内 能跑到厕所 就这么一点事 我相信对你们来说 不是事 有咨询一下 Farmacy的人 他们跟我说 这个Porn Lux 纯天然的植物成分 女生在经期 还有小孩子 都是能用的 但是责任太大 不敢乱说 如果说想要 确认姨妈妻的问题 或者小朋友的问题 或者孕妇的问题 还是一定要一定要 一定要遵医嘱 我看一下 它主要的成分 还是Sanar 然后查了一下 就是番茄液 网上还是有小伙伴说 它会有一些些些的依赖性 在我身上没有出现 把我从便秘的深渊里拖出来 让我在旅行这种 时刻保持轻盈的身体 扁平的小腹 健康的身心的这种感觉呢 我太喜欢了 It's ugly but useful的一个东西 秋日的梗 如果你旅行里面 还有其他姐妹 相信我 不光是你的姐妹们 可能也有用 多带点 下面呢 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最近最爱 出镜率非常高的一套首饰 也就是我现在 脖子上 耳朵上 跟手上的这一套 它是来自于我的老朋友 Monica Vanader 是一个来自于英国的珠宝品牌 之前在我的好多视频里面 和照片里面 也屡屡出镜 天哪 你们看我今天 带了这么多件 因为我觉得它极经典 贵气 时尚于一身 很好搭配 不管是单带 还是叠搭 都很能打 作为一套小饰品 它让我变得很美 让我的整个look 都变得光彩奕奕了 Monica Vanader呢 创立也已经有15年有余了 我觉得它呢 设计超级好看 给人一种高级 但又不会嚣张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 很符合现代女生的风格 我特别喜欢 它们的那些款式呢 是用各种天然宝石 搭配厚厚的 18K黄金涂层 就给人一种 又亮 又有分量感的感觉 我听说 它们在选材料的时候呢 都很注重环保 这就让我又更加 进一步的尊重这个品牌 国内外的明星 还有博主们 都相继佩戴 Monica Vanader 首饰的原因之一吧 首先是我的手环 戒指 还有我现在耳朵上的耳环 这套最近是天天陪我出门 都是来自于 最近新出的 和好莱坞知名设计师 Katy Young的合作系列 它曾经被InStyle杂志 评选为年度最佳造型师 创作出了很多 超级好看的红毯造型 其实我比较少戴 手环类的饰品了 但这个非常独特 很有质感和重量的 这种金色圆圈 就是那种厚实光滑的感觉 搭配着中间 这三块宝石点缀 并且是手工切割和镶嵌 在不同的光线照射下 能够展现出不同的光泽 神秘美好 给我一种沉甸甸的时髦感 同款搭配的耳环 也是这个样子 金色圆圈 搭配黑马脑的天然宝石 经典低调 就是时时刻刻地想着戴 永远都不会担心过时的那种 这次时装装 大表姐刘文 也有佩戴这个系列的耳环 在这个季节里 无论是搭配那种高领毛衣 还是搭配长大衣牛仔裤 都是一整个sporty chic那种感觉 让我整个人欲罢不能 给你们康康 我还在这个同系列的保湿戒指上呢 搭配了一个同样宽度的纯金色款 整个搭配就更加出彩了 更别说同时右手上搭配的三个小戒指 虽然说呢size比较细小 但是呢丝毫不影响 它们的耀眼的存在感 大拇指上这个呀 是多棱形的设计 有点像那种法老的宝物 神秘剪接 实质上这个呢 是有很多个不规则的小圈圈组成的 很像少女那种顽皮的小事物 俏皮可爱 中指上这个啊 是那种带有小小凸起的那种设计 很像是一条金色的锁链 戴了它以后呢 就能锁住旁人的目光 已经被旁人问过好几次在哪里买的了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Monica Vanader的魅力吧 总是可以自由组合 根据心情迭代 项链也是 今天视频里的我呢 搭配了三个不同的 首先最长的这一个呢 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爱心 它中间这个爱心啊 还是可以流动的 就特别灵动的那种感觉 这里不得不感慨 Monica Vanader的镀金工艺很有来头 是来自于19世纪的古董工艺 在纯银的表面 厚度2.5毫米的18K黄金 是一般普通镀金层的5倍 所以说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质感特别好 特别有分量 做工精致 光泽度也够 中间这一个呢 是我把它搭成中等长度的这种纤细锁链 每一个女孩的首饰盒里面 都会一定要有的款式 特别简单 但又不适优雅 最上面这一条呢 是小巧交错的麻花款式 又个性又有趣 感觉是那种点睛之笔 给整个造型啊 都添加了一种活泼可爱的感觉 还可以随心搭配 不同的可爱吊坠 我这里啊 还选择了水滴珍珠的那种吊坠款式搭配 其实有的时候啊 也会用链条款式 搭配由我名字首字母的R吊坠项链 深打造的个性化饰品 镂空的设计真的很独特 像是一个艺术品 搭配在一起的这个链条啊 其实也算是镂空的设计吧 连带简单好看 又有属于自己的小心机啦 我觉得Monica Valader呢 真的很多女生的小心思 她们有五年无条件的保修服 如果有什么氧化褪色的问题 一般都会直接承担运费 而且直接能够替换异件新品 她们在北美的很多North Storm呢 也有门店 如果说要去找她们定制个性化珠宝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包水包油 还有100天无条件免费退换政策 我感觉是诚意满满 双11期间 用我的折扣码 Regina SD30 在她们家的网站上 可以享受汽车优惠哦 加拿大的小伙伴呢 也不用担心会被打税的问题 喜欢的话呢 就赶快趁这个机会 为自己为自己的姐妹 去选购一份精致的小食品吧 本来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腮红的人 最近对腮红的痴迷呢 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巨喜欢 我觉得整个人变得巨美 巨娇羞 巨少女 巨元气 虽然说多伦多的冬天来了 外面一片混沌啊 我这个视频也是录了三次 才找到准确的光 也还是不太尽如人意 这个腮红啊 就仿佛这抹灰色的冬天里面 突然间闪过的一缕暖阳 或者是呢 寒冷的风里面 突然有人递给了我一颗成熟 香甜 充满果汁的桃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而且太阳也变得很美 元气蜜桃色 香提卡 她们家的这个 Gel Cream Blush 名字叫做Lively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吧 一种轻润爽快 冒着气泡的橘子汽水的感觉 就是我脸上现在用的这一个 它挤出来以后呢 是因为大家想珠光的那种感觉 淡淡的压到皮肤里 虽然说挤出来 你看起来好像有点荧光 有点珠光 好像想说 会不会死亡 就从脸里面透穿那种润润的 淡淡色的那种桃子色 你一层一层一层 那么慢慢的跌涂上去啊 也不会说就是失手了呀 或者晕不开呀 它也不转移你下面粉底 就像是没有化妆 我今天没有化妆 但我的脸色就是这么红润 我昨天呢吃了十斤大枣 我今天呢睡了个好觉 嫩嫩的舒舒服服 我通常呢 把它从脸颊两侧 就这种苹果肌这个位置啊 压到鼻头上一点 压到下巴上一点 顺便的会往上稍微移一点 放到眉骨上 放到太阳穴这里一点点 趁着皮肤状态贼好贼白 这个腮红在脸上久了夜挺好看 就再隐去一点点 反正就是一整个生机勃勃 一整个青春元气 一整个美好活泼 好希望她能涂全脸了 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需要多给点时间吧 好好的把它一层层叠加 一层层晕染 一层层揉搓 你就会拥有一个最完美的 蜜桃少女腮红妆了 最近啊 又用到了一个新的洗面奶 很喜欢 我感觉我经常持续性地 给大家分享我的眼霜 洗面奶跟腮红 有没有 因为我说觉得 那人的皮肤好 或者化妆好看 最重要的一个事 是什么是清洁呀 是亚世兰带Renew Trif 他们家的这个 Hydrating Foam Cleanser 中文名呢 叫做白荆棘保湿洗面奶 让我赢在了 最近的起跑线上 它其实是一款 氨基酸洗面奶 就主打的是温和控油保湿 最近又因为它 我每次洗脸之间都觉得 嗯 洗个脸吧 嗯 用一下的Renew Trif 新的白荆洗面奶 味道也真的很好闻 整个洗脸就是一个大享受 是那种淡淡的 有点纸粉味道的那种花香 挤出来是这种珠光白色 有点小厚重重奶奶的质感 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 就搓出很多泡沫 在脸上打圈清洁了以后 洗掉就好 你的油脂 你的脏物 你的疲惫 你的烦恼 甚至你的臭味都没了 只给你留下一个清爽的脸 和一脸清新的香气 就给人一种安稳 舒适脸软软的感觉 嗯 清洁力吧 我觉得肯定不会说 像那种卸妆洗面奶 要那么那么那么巧 但好在洗完了以后 脸很温和 一点都不紧绷 更适合晨间解面 会给你安心 面对一天那种好心情 就跟妈妈早上 像那种温柔的抚摸一样 刚才什么番茄叶啊 还多的这种依赖感 当然是个好事儿啦 是教育师他们家的一个新面膜 是这个冷疗面膜 说是用了新技术 就是这种冷冻疗法 让皮肤的温度啊 瞬间降低四度那种 可能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夏天吧 但因为我是最近才开始用 已经很喜欢了 薄荷绿色 很清新这种照之地 味道也是让你整个一个人 哇一下就清醒 就上头那种口香烫 有的时候你们知道 外面就是有点冷吧 或者风刮到的话 皮肤会有点干干的 会有点燥热那种感觉 我会拿个小勺子 挖出来点厚厚的 把它涂满全脸十分钟 然后洗掉 哇真的是很爽 好多冰淡敷在脸上那种感觉 我觉得也有效的缓解了 我过敏的感觉吧 把它洗掉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整个脸上 那种景景亮亮的感觉 也可能是因为它太冷 我麻痹了 哎呀这个麻痹了 听起来好像骂人了呀 现在一个礼拜敷一到两次 敷面膜的过程中爽 敷完了以后呢 皮肤那种油光水滑 紧绷冰凉的感觉 不是在那骂人 不然它就是真的很有效果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江医师他们家的冷疗面膜 最近还在用这个 蓝鱼子系列的 反重力眼部精华 跟它那个反重力脸部精华一样 它一边是润泽凝霜 一边是鱼子酱 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也不需要 像反重力精华那样激活 打开 你直接按压 它两边的东西呢 就会合在一起 味道呢 就是蓝鱼子系列经典的那种 很沉溺的那种 香道土米的味道 很润泽 很保湿的感觉 负担很小 所以眼睛上 就是有一种舒舒适适 但清清爽爽 皮肤可以呼吸 不会长脂肪力 但是呢 该有的滋润度都到了 一来呢 质地细腻 二来提拉紧致 对抗干燥呢 真的很有它那一手 我早晨是一个很爱肿的人 有的时候呢 一直肿到晚上 不经历一场 非常intensive的网球课 或者一场汗流加倍的瑜伽 都没有办法消肿的那种感觉 眼睛部位的皮肤更甚 我用这个大眼睛滑的时候啊 尤其是搭配他们家的 蓝鱼姿眼霜 眼睛旁边细了啊 嗅一下 得到这种非常有效果的缓解 而且二来一个 最让我受用的 就是消肿的这个事情 眼睛的好像更深邃 更凹了一点点那种感觉 对于我这种 有点浮肿啊 眼睛旁边肉肉啊 脂肪比较多啊 眼皮上面有点塌了的人来说呢 它是个提拉 紧致啊 然后让眼睛稍微凹一点 明亮一点的感觉呢 真的很符合 它大眼精华的称号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没有人看出我的脸纪 没有人看出我前天往熬夜 也没有人看出 我睡觉之前是一个 爱喝酒的爱人 之前我发的一些post 大家老是说 看不出我是一个爱人 但我这是个实大实的爱人 好不好 爱的程度呢 到83% 我觉得有时候 爱和义这个事儿 不是说看你能不能说话 或者能不能设恐 这个事儿主要是看你的能量 是哪里来 义人的是从外界来 爱人的像我这种 就是被义人吃掉的 不是不是 爱人的像我这种 都是从内在来的 我觉得其实没事啊 不工作啊 我还是个挺怕social的人 我还是一个挺宅的人 最爱干事就是在家 自己能给自己找太多乐子 所以说请义人朋友们珍惜我 我能跟义人做一天朋友 是拿出了在家里面 当爱人充电三天的勇气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蓝鱼子 反中的眼部精华呢 让眼睛变得有神 变得很美 改善了个腹肿 我相信我这个人啊 改善了腹肿 就能变得比原来美那么高 3% 40% 最后一个要分享的 最近变美宝物是这一个 毛葛萍他们家的奢华养肤黑霜 哇我好喜欢这个 是油皮啊 换季甘敏天菜 粉色这种就是油油的这种质地 放在手上呢 油油滑滑的 真的很滋养 我最开始用它的时候 都用做日间护肤的最后一步 在我和风之间竖起了一层膜 就把我有效的保护了 不会让屏障收藏 我看网上说 它其实是就像那个 Bobbi Brown的橘子面霜一样 是用于装前打底的 你摸起来最开始 虽然说有点油 但是很神奇 你在脸上揉揉揉揉揉 就渐渐的有一种 有点化成水 就开始变得饱饱的 用完的话 皮肤就有点闪出那种 细细微微那种 瓷器一般的光泽 谁懂我啊 家人们谁懂啊 有效填平毛孔 底妆在上面 都比较舒适 比较持久 尤其到冬天的 比较滋润 堪比在坟底里面 滴了那种养肤油一样 那种感觉 也不影响妆容的持久度 晚上有用 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 我被风吹到了 或者贼干 或者户外运动多了 或者是换季敏感 水油不匀的时候 我会稍微用它一下 早上起来呢 不会有油膜感 就觉得自己的脸 圆圆滑滑滑的 下巴这里 这种粗糙的颗粒感 都少了一些 最后呢 还是要给毛隔平老师 磕一个 好嘞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 换季编美小物 我已随风平地起 扶摇 直上九重天了吧 希望你们跟我 有一样的情况 有朝一日派的上用场 但如果没有的话 就带给我捞捞嗑呗 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你们怎么说呢 虽然说我现在是一个 戴眼镜的素颜怪 剪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觉得最近让我变美 最多最多最多 还是打了疯唇 给我打疯唇 小姐妹呢 就是手法隐忍 又时哨 让我这个没有嘴唇怪 第一次体验到了 就是嘴唇丰满 厚嘟嘟那种感觉 特别幸福 虽然说啊 打嘴唇啊 还挺疼的 尤其是上唇 扎进去那一瞬间 把我灵魂都从我身体里扎飞了 虽然说保持时间 也不够那么长 可能每三四个月 就回去重补一次 但我觉得对于 没嘴唇的我 绝对是值得的 就是嘴唇厚了以后 就感觉整个人都瘦了 脸都小 就是嘴唇成比例变大 脸看起来就成比例缩小那种 太香了 推荐给所有像我一样 没有嘴唇新人